那再来,我们再来看类别与物件 里面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的 主要是类别与物件 还有成员变数的存取方式 再来成员方法的使用 另外就是过载方法 过载是overroll 那所谓overroll就是说 在一个类别里面 你可以有同样的方法名称 好几个 你会想同样的方法名称 像以前是不能有同样的方法名称 可是这个overroll还蛮特别的 它可以藉由参数 比如说你传递参数不同 而可以有一样的名称 但是有不一样的参数 它会去看说你传什么样的参数 去使用哪一个方法 所以同名的方法很特别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overroll 还有点太特别了 就是说同样的方法名称 但是可以借由参数传递 而有所不同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的话 有关类别物件的说明 类别是一个蓝图 实际上就是 你还没有new之前 在记忆里 你是没有配任何的空间 所以 我们new之后的话 它才会成为一个物件 所以类别 Java类别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蓝图 那new之后的话 才是实体 OK 所以可以说在程式码 使用类别来建立物件 更具体是说 那些没有宣告成static的部分 才是物件的原型 它是一种使用者制定资料的 其实可以把它称为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使用者制定的资料形态 那里面的物件使用的变数来储存 这个状态称为属性 或者是实力的变数 实力变数跟静态变数不同 然后各种行为 其实就称为方法了 所以其实简单讲起来 Java物件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属性和方法 属性就是里面的资料 或者叫做变数 那方法呢 就是它的程序跟函数 简单讲起来 那有关那个static的部分 可能同学常常会搞不清楚 到底static 基本上static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在 记忆体配置在 global区里面的 一个修饰词 也就是这个 你前面加一个static之后的话 那这个变数 通常只能被存取一次 就不像说我们在 这个记忆体在new之后的 这个变数呢 可以多次被存取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这边呢 我们比如说static 这个keyword 我们假设好了 比如说我在这个student 我前面都没有加上static 有没有 就是静态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name 宣告为静态的 然后呢 这个也把这个address也是静态的 然后int的话呢 也宣告为静态的 这些都静态 那配合输出的话呢 要配合一个静态的方法 比如说我把这个全部都加上static 那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我再来做使用的话 那它会有警告讯息 如果我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我如果直接执行的话 有没有 江小鱼 有没有 它如果被重新定义之后 你再重新输出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 就变成说 你第二次更改为江小鱼之后 它因为它记忆体配置 是放在国博区 也是大家共用嘛 那大家共用的话 你刚刚改的 我还是会把你什么 再改掉 所以只有static 就进在这一个变数而已 它就没有办法说 像我们宣告为不是static 可以什么呢 可以存放为 存放在个别的物件里面 实际上 这观念有点 如果你加了static 对不对 那假设我们的记忆体 又分成上面是一个 这个共用区 上面是global 共用的 那我们 这个是适用的 所谓适用就是说 我们今天 宣告个物件的时候 那就实用区 所以个别的资料 都会放在这里 所以你将来 如果是某一个学生 他就个别会宣告 配置一个基底空间 让他存放 所以输出的话 就不会 不会有资料重复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宣告为static 它会把这些变数 通通放在共用区 那共用区的话 变成说什么 我现在执行之后 执行之后 本来是陈徽安 台北线37 那你共用区里面 下一次他又把他资料 给盖过去 所以输出的话 就全部都会被改成 同一个人的年龄 地址跟这个姓名 各位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稍微了解一下 有加static 跟没有加static的差别 这个我想也是 同学最容易confuse的一个地方 那你就只要有sample的地方 你可以改改看 那主要是说 你如果有物件的话 是个别的 是个别的 OK 那这地方的话 如果把它改回来 你会发现 这个如果全部都不是static的话 那我们再run一下 你会发现 run出来的结果 才会放在个别的 有没有 它第一是new之后的话呢 因为它的机体配置 是在自己本身 自己这个物件里面 所以不会跟江小鱼的这个物件 互相干扰 所以输出的话 就不会有影响 OK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观念有时候要 实际上run了之后才会清楚 那再来的话 有关的类别物件里面 最重要就是 成员资料跟成员方法 前面讲过了 这地方大概在 那它宣告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一个class名称 再加上一个class再一个名称 然后资料类型跟成员变数 然后一个成员方法 就是我们刚刚students 这个类别的建立 那再来的话呢 类别没有什么 没有man方法 而定义新的资料类型来建立物件 然后这个类别建立物件 称为类别的实例 在物件的变数称为实例变数 然后程序这个函数称为实例方法 这个就是实例方法 跟实例的 实例变数跟实例方法 然后同一个类别可以当作 这个蓝图建立无数个物件 所以呢 我们不只 假设建立一个student类别 你可以建立产生非常多的学生 比如说我们这个班上的同学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物件 OK 所以呢 每一个物件都属于 这个类别的实例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物件 OK 大概有一个基本观念 那这个是刚刚那一题的练习 我们建立一个students 那students你可以建立在外部 也可以建立在内部 我们刚刚是建立在外部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类别放在内部呢 所谓的内部类别 其实也可以啊 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部 刚刚我们把这个类别是放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叫做外部类别 但是是在同一个套件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怎么样呢 我希望把这个类别 搬到哪里呢 搬到我的 这一个类别里面可不可以 变成一个内部类别 当然也可以啊 那使用 各位可以试试看啊 如果你要把它搬到内部类别的话 就把这个类别把它剪下来 把它复制好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放到这个 7-3-1的下方 特别注意啊 在这个大瓜虎 最后一个大 最后一行的 Enter一下 因为呢 上面也是一个类别 那我 对 不是跟Main同层 是跟Class同层 因为它也是在 Main是方法嘛 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Class 它也是Class 那我也是Class 我不能放在里面哦 有同学怎么样 直接在这边贴上 完蛋了 因为你贴上之后 它就变成方法了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在最后面的这个 就是Class的外面哦 就是等于是最 就下面一行按个Enter 然后把它贴上去 它跟它是同一层 它是Class 它也是Class 不过你会发现 为什么错误呢 因为哦 我们这个已经有一个 外部已经有一个Class 内部跟外部已经同一个 那怎么办呢 把这个呢 删掉 要不然的话 你把它按右键哦 如果你希望保留的话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比如说给它一个底线 好了 像一个Od 好了 OK 把它名称改不一样 OK 按确定 按完成 让它的名称不要一样 但是呢 你改这个名称之外 这个名称 OK 那名称改完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Save一下 好了 Save之后 好像要写在里面 你是不是以前用那个 祭祀本的那个编译器 你不知道要写在里面 没有没有 两种方式都可以 就是我看一下 Students 没有没有 因为Eclipse太聪明了 它自动帮我怎么样 这个也把我改了 哦 所以哦 这边不对啊 没有 这边 嗯 理论上应该是放内部类别 应该是OK的哦 就是你把这个 因为它自己怎么样 自己帮我改了 哦 所以改完之后的话呢 哦 看Public 因为自己本身不需要Public 我看是不是这个 哦 因为呢 你放在内部类别之后的话 就不要 就不需要Public 所以把Public把它Delete掉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Save 基本上呢 你也可以把原来在外部类别的 这个哦 本来叫外部的 你可以把它搬到内部 那基本上直接执行之后呢 结果也是一样 哦 也就是第一 第一个是我把它放在外部 那你可以把它改在 放在内部也OK 但是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它跟它是同层哦 哦 所以特别注意很多同学呢 放在内部的时候 把它放在方法那一层 就是错误的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哦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试着 把它做一个修改 把外部放在内部哦 方法结果实际上 Round出來的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哦 OK那 再来的话有关于那个 类别的一些变数的使用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你可以宣告 那宣告的方式的话 当然我们前面习惯是一个变 这个 这个类别名称 然后一个类别的 这个 这个宣告类别名称 物件名称嘛 后面直接New 或者是你可以同时宣告好几个 再来New也是OK的 好New一个 然后实体 这个是一个实体化的过程 OK那大概这样 那另外就是说有关那个 有没有加public 实际上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呢 我们在修饰词 修饰词的这个 这个这个 呃 在我们的类别名称加上public 或者private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呢 我今天哦 在 这class哦 假设我今天把它设为什么private 前面我们这边都是加上public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你们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我这边把它再改一下 这个地方我把它再改在外部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再更改里面的 是不是再把它改回来好了 比如说重新命名 按右键重构里面 我把它再改 按完成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放在外部 好 这个应该都改 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这边呢 改成什么 private 私有的 你会发现呢 private之后的话呢 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你把它改成private 你会发现 你就new不到 有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前面修饰词 被改为private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当然你可以试着怎么样 第二种状况是 public 然后private是私有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没有修饰词呢 其实也可以 因为你在同个套件里面 没有public 它还是视为public 因为你们在怎么样 在同一个套件里面 是在同一个套件里面 我们预设套件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前面没有加修饰词 也是ok的 那再来呢 这个前面 成余变数也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加 其实它也会把它设为 预设是public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把它改成private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假设呢 我把它改为private 比如说在这地方 ok 如果这个地方只有 性名部分改成private的话 那我在存取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就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存取 那变成说 性名的地方 你不能去更改里面内容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把外部的类别 把它放到内部里面 试试看 在底下 特别说在类别同层 第二个的话呢 试着修改什么 修改这个前面的修饰词 把它改一下 这个private 感受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不一样的修饰词 它就有不一样的权限 那这个有点像怎么样 有点像 你要不要给 给这个 比如说有点像 网路上的方理 你要不要给人家 去存取你的资料夹 这道理有点类似 谢谢大家